龚如森狂科水董事劈炮死贱 龚如森千亿遗产上诉案 昨日由华贸一方陈池 资深大律师张建利说 陈振聪最初是风水师 龚如森找他帮忙找失踪的老公黄德辉 所以原审法官认为 他们是风水师和客人的关系 没有犯错 虽然陈振聪的代表律师就说 龚如森05-06年的时候 给了20亿陈振聪 帮他成为成功商人来继承华贸 不过张建利就说 龚如森付钱之前 曾经惹离华贸董事梁荣光的不满 还威胁要辞职 张建利就质疑 陈振聪一直暗中收女人钱 管理层会和他好好合作吗 又认为如果龚如森要陈振聪继承华贸 一定会事先安排好 至于陈振聪首辞的06年遇足 张建利分析原审法官判辞之后 认为遇足见证人王永祥的签名 是真的机会 即是三十七万一千分之一 而当中龚如森的签名 更加即是2亿四千七百万分之一 是真的 聆讯今天继续 是真的吗 我还不得了你 我还能不能用这个 我还能用这个 有点宝贝 你还能用这个